第一个绿岛旅游资讯 这是Header 上面有一个这个标题 中间呢放一个List View 再加一个图 在下面的话 再增加一个Net Bar 然后呢 底下有总共四个Page 所以呢 我们的结构一定是一个Home 再加Page 1,2,3,4 假设这样子 然后在每一个Page的上方 我需要有一个Home的图示 跟每一个下一页的图示 那这个下一页的图示 我会希望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绿岛机场 连到下面这个 那如果说朝日温泉 已经是最后一页了 再帮我回到第一页 反正就一直下一页下一页 反正你的景点就一直往下看 一直看就对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 但是做完之后 可能后面我们还会再做一些 那怎么做这边都有了 第一个插入一个就是 就是就是五个页面 五个页面 然后四个有 四个有页首 没有页尾的页面 所以做出来我们是 这个有页尾 然后第一 这个什么 第一个也有页尾 那所以第一个干脆 那就全部都有 插入四个 都与页首跟页尾 然后 This View的程式在这里 增加一个影像地图 影像地图的话 就是可以点图上面 等等这些 所以底下程式 这边都有 怎么做 那最后我们今天呢 会增加一个 因为这个颜色 其实不太搭 就黑黑的白白的 不好看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 配合那个绿岛 那绿岛的话呢 感觉应该是绿绿的 不过不晓得是有这么绿吗 不过怎么叫绿岛 那所以呢 我们假设我的布景主题 本来是只有黑蓝银辉黄 那我如果今天想要增加一个绿色系的话 或者是说呢 你想要增加其他色系 那用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的修改这个 所谓的布景主题 这里面的话 可以用官网上面的一道 SingRower的功能 那这功能其实 不会很复杂 反正会用套上去就OK了 但是你不会用的人 弄半天还是做不出来 就大概是这样 反正一个诀窍问题 那当然这也会试半天 另外还有就是说 另外还可以 也许今天还可以增加一些 制定icon 比如上面的icon 说真的都丑丑 17个里面说真的 没几个可以挑的 对不对 比如几个箭头 上下左右 然后再几个 要挑一挑去 没有了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要增加icon 用自己定义出icon 那怎么做 不过这个定义icon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用的JQM Mobile的版本 太旧了 现在JQM的CF刚出来的 只有用1.0的 现在已经都1.45了 最新的 所以如果你用1.0的 制定icon 会有问题 其实我也试了很久 还是试不出来 算了 后来更新之后 制定icon就没问题了 所以显然 这个旧的版本 在制定icon上面有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要制定icon的话 你必须要把那个版本更新 那怎么把你现在用的版本更新 JQM版本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第一个 但是更新也是不小的工程 第二个的话 如何去增加你的按钮 当然那个icon 因为我们不是美工的课程 所以我会教你怎么去画那个icon 会教你去哪边抓就好了 因为我教你们做icon 这个可能也不是我的专场 所以抓到之后 放在什么地方 让它显示在对的位置上 这样的话 其实延伸性很大 以后只要你需要icon 你每个icon通通可以改变 那感觉整个换来一新了 其实这样我想应该 你的app感觉 其实客制化的程度就非常高了 跟别人撞app 撞3 撞app的可能性 大概就大大降低了 这样的话 其实难度也不是太高 主要都不太 今天的部分还是没有在写程式 主要还是在设定属性上面的问题 OK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一样 反正就追踪一尾打开 然后做什么 网站 新增网站 反正务必习惯哦 那未来 在visual studio里面的架构 它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也是用一个资料夹 但是在尊威里面是把它当一个网站 可是在visual studio里面是把它当一个专案 就project 那project也是一个资料夹啦 反正你就把它当一个资料夹就对了 那个资料夹放哪里呢 名称我们叫106APP好了 那如果你做其他练习的话 你可以自己取其他名称 然后桌面上我放在106APP这个地方 然后按选取 按储存 你会发现这个 记得啊 里面我只要放那个image跟一个data default.htm那个不要过来 因为过来好像 如果你用那个adobe的那个网站 帮你转好像会出错 它那个default.htm 会跟index.htm会相冲突 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个我们已经把网站建立了 第二个一样 设计师把它改成传统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画面呢 切成什么呢 左右两边就是 比较方便 我们将来再 那再来就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网页 还记得啊 htm5 然后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 建议各位 这个地方可以先插入一个页面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插入 在body跟body中间 因为我会需要有五个页面 home 跟page1到4 所以我们都以页首页尾 所以插入 记得在哪里 在jqmobile里面 插入页面 所以这个我想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这个请务必要熟悉 而且插入的位置一定要对 千万不要做错 插入一个 总共有五 这边按确定 直接按确定 那这个选叫page 这个叫home 那其他的话就是page1到4 按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他当然会帮我先做这些 引用 我们先把它往下 这个就出来了 那当然 我是建议的 如果说你要再继续插入 下一个页面的游标一定要放在 这个范围的下方 你不要直接 有这些同学直接就乱点 点这边 然后就插入就错了 连接也连不到 或者是说你不要再用那个上面的功能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这边把它怎么样 ctrl c 然后这边 建议是中间空一个 空白 那个空白的段落 区隔 贴上 那这边可以改什么 把id改成什么 改成page1 再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叫page2 总共的话你就是 在 建议室中间 都一律空一行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未来你要 比较不会说 头尾你找不到 因为很多同学 常常 城市发生错误 都是不小心把其中一个div删掉 这个是很大的灾难 为什么 因为你有头没尾 城市完全错 整个面目全非 只差一个 所以你特别注意 不要就 差一个地方就不对 一定是 它的结构呢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page data load page 结束div 这个是它的header 这个是content 这个是它的footer 反正结构都一样 做完之后 请你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档案的话 记得存在根目底下 名称叫index.html 这个地方请不要打错字 OK按储存 那这边选择确定 确定之后index出来 那这块模板没出来 所以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这一块模板出来了 所以它相关的那个 比如说这一块的档案 就是它的那个韩式库 还有这一块 那个mobile的这个 相关的名称的东西 都在这里 所以这个部分 我先把它储存起来 就完成第一个 我们相关的页面 那你可以把它改为分割 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再按部就班 一个一个的把它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就是把那个data里面的资料 这边不是有个data 刚刚有把那个 目录里面有一个data的一个 就是范例档里面 你把它这个data点开来 里面的话就会有 我们需要的文字 page1里面标题 跟它里面底下的东西 所以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就是page1 记得这是page1里面 page1有没有 那这个是page2 标题记得上面这个地方 head的地方 贴上那个绿岛机场 然后它底下的说明 南寮渔港底下的说明 意思类推 反正就是这样子 把它一个一个把它贴上去 贴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把它存档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做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出来效果 类似像完成画面长这样 假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 less view 先做这个 OK 这个怎么做 其实前面有讲过 只是说我们把重点再复习一下 那另外呢 当然你还可以再做 更漂亮或者更多的变化 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们还可以参考 那个我们的第七章 就书里面第七章 里面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相关的 更多的这个 比如说可以做成圆角 或者是说做什么呢 上面还可以做一个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标签吧 旁边还可以加一点东西 当然这个是延伸性 你们可以再去参考一下 那个第七章原件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要怎么先做出一个清单才是最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请各位 因为我要放的位置是在那个 这个page 这个page是home的这个page home这个page里面 我要把它放在中间 记得中间是 它这边预设是有两个字 内容 你不要找错位置 不要放错位置 一把内容的部分 先delicent掉 第二个的话 输入什么 有四个景点 所以这四个景点 我预先已经输入好了 也许你可以从 那个data里面自己再复制贴 然后输入上去的话呢 ok 再来怎么样 还记得吧 一先把它变成什么 项目清单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把它再改成什么 这个你会发现 其实清单 加上去之后 它的程式 所以我今天刚开始有讲 就是慢慢你要熟悉什么 左边的东西 做完你要稍微看一下 你不要做完了 没事了 其实最重要是在左边的东西 右边的东西只是辅助你 然后未来可能你这个要很熟 好 那这里面怎么去加 其实你可以在 标签检视器里面 找到JQuery Mobile 有没有 然后这个范围里面呢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data什么呢 data raw 因为它现在是项目清单 对不对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JQuery的清单 那怎么改 它是一个元件 所以你要记得一个标签 叫data raw data raw改什么 很简单吧 改一个 list view就好了 在这里 按下去 结果 预览一下 它会出现这个 现在要不要测试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个 你有没有后端资料库 没有就for for 不要再显示了 是不是 是 for是 OK 清单出来了 不过 还差什么呢 第一个 它没有 没有那个箭头 那箭头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是你插入连结的时候 才出现 所以你把这个连结 加上什么 请 然后这是page1 打一个o enter 其实我先做一个好了 那即时一下 OK 这边就出来了 那如果前面当然你要加 个别icon 其实好像也可以这样做 其他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再把什么 再把其他的这个 一样选起来 page2 这个是page3 这个page4 好 做完之后 即时来看一下 出现了 那出现之后 如果你想说 这感觉 其实说真的 太靠两边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 做出来像这样的圆角 很简单 其实在这个书里面 好像 第多少 这个静太轻 这边就有讲到了 其实就多一个东西 叫data什么 inset 这个标签 好像前面有用过 datainset 好像button里面也有了 不过如果 list view 你加这个标签之后会怎么样 怎么加 特别注意哦 一样是到这一整个把它选起来 接下来 确定一下data 如果是list view 把它改一个datainset 改为什么 true ok试一下 有没有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那当然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漂亮一点 因为如果你没有datainset 它会感觉好像就太靠旁边了 我想放 那当然另外 在书里面还有再加一个什么 上面还可以再加一个这个名称 比如说重要景点 当然你可以怎么 再加一个那个什么list divider 那你就是再把它加一个list divider上去 不过你会先需要先输入 list divider 这个在哪里 往上一下 list divider 第一开头的这个 这边还有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 divider list divider sing 这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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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再来看好了 我记得是在 data divider ok 那这个地方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这样的效果做出来好了 那至于其他还有更多的效果 你可以从什么在七之五的里面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在这里 data list divider 在这个list divider 你怎么加 其实如果上面还在加一个标签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的话 那你首先需要再多打一个项目 比如像搜寻 也许我们打一个重要景点 然后再设定那个list divider 它效果就做上去 不过我们等一下再再来看 按部修班 所以请各位先做出这样的效果 ok 试试看 所以刚刚第一个 我先先把这个data 这个档案先打开 把它复制贴上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